耶 大家好 我是快自己兄弟的瘋仔 今天我們討論一下 個人認為在疫情的底下 學生沒得上學 有家長認為學生在家裡無事可做 不能學習 浪費降音 可能學校會叫老師在家裡做網上直播 或者叫學生每天在家裡做功課 坦白說 我們開快自己兄弟專業 已經差不多一個月了 拍的教學也未達到學生可以舒服地在影片中學到所需的內容 我不排除學校會有老師可以拍得非常之好 但我相信有很多老師都是第一次接觸網上直播教學 當然 課堂裡面的內容一樣是要教 但我封制認為教學可以有其他的內容 講一講我高三時候上的物理課 我們第一課的時候 老師就教我們怎樣利用搜尋的能力 這個年代上課的內容 基本上你懂得找就可以找到 而不是老師叫你找東西的時候 例如有個例子 叫你找1加1是什麼 你在Google搜尋完之後 見到第一個文章第二個文章的連結 找不到你所需要的結果 就叫做找了 我相信這一位老師自己親身體驗過 自己的上課內容 基本上都可以找到 才會教我們這個技巧 之後上課的日子 我們基本上是分為三至四人一組 老師上課的時候 會給一個題目 或者實驗的內容 然後一兩個星期之後 就要出去做一個簡單的簡報 看一看每組同學 找出來最後的結果 會不會是一樣 當然 會有同學找完之後 實驗的結果是會失敗的 我的小組就經歷過 但我們一樣會把結果匯報出來 然後講回為什麼 我們會失敗的地方 當然啦 這位老師沒有責備我們 反而是讚我們 我們這種上課搜尋內容 做簡報的方式 不單止做了幾次 而是維持了足足一年 有人可能覺得 瘋仔 你講的內容好像跟網上直播沒有什麼關係 但我認為我所講的個人經歷 是息息相關的 正常一個學生在學校上課 她學習到的內容 當然是書本裏面的內容 而不會像這位物理老師那樣教 當然有學術上的東西 你一樣是可以問 上課也可以問 放學也可以問這位老師 網上直播教書裏面的內容 是其中一種選擇 但我認為 老師分享給同學怎樣搜尋自己科目的內容 更為重要 給學生去自己學習 自己搜尋的能力 學生找不到要找的內容 然後網上交不到功課 不是第一時間去扣分 或者是寄一個欠教 而是教學生 有什麼途徑 可以找回答案出來 途徑可以在書上 也可以在Google的搜尋 所以STEM 受歡迎 是有它的原因的 給小朋友從小訓練學會 自主探索的能力 將散落的知識 全部串聯在一起 去解決要找的問題 那現在我還結一下 剛剛我所講的內容 除了要教書本裏面的內容之外 原因是因為老師每一年都會定好了 這一年 究竟要學生完成什麼的課程 而教學生的搜尋能力 亦都非常之重要 你可以用影片的形式 或者用文章的形式去指導學生 怎樣去搜尋所需要的內容 老師可以教學生 怎樣去搜尋要教的內容 之後的題目就可以給學生去自主搜尋 期可減低老師對網上直播的操作煩惱 亦都可以訓練到學生的自主搜尋能力 之後我們會有影片教各位怎樣利用 Google 的搜尋功能 各位如果你們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and share 想學習之後的內容 記得按訂閱 拜拜